五年前,他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首次开奖,博文强制,有话直言 我们好数太少 我请你们各位,有一点社会责任 五年后,他再度开奖,缘由为何 我想讲我这几年,读书的一点体会,一些思考 招破也好,精华也好 显示人类的仇也好 他都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不要让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流逝 犀利依然抽新不改 有些人呢,饱多诗书,人格分裂 甲道学为君子,读书永无比 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本期演讲者,葛建雄 请为中国敬酒感悟中国聚会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健康饮酒唱道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 新年公开课,开奖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迎来了在这个讲台上 二度开奖的开奖嘉宾 我还记得那是在2012年6月份 开奖了开播之前的第一次录像上 我就见到了我们的这位开奖嘉宾 五年前的他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不用手机 但是五年后的今天我知道 他的微博粉丝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以我们对于这位开奖嘉宾的了解 我觉得在给他十次开奖的时间 他的故事都讲不完 掌声有请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葛建雄教授 欢迎您再次回到开奖 请坐 请坐 各位 谢谢大家 看您的这个脚步仍然是剑步如飞的 刚才是蹦上我们的讲台 我记得您第一次开奖的时候 主题就是跟读书有关 对 讲的读书嘛 就是读书永不比 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您的读书的这种状态和精神 在第一次开奖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谢谢 而且五年前我知道您不用手机 但是现在您的微博粉丝超过一百万 您经常得用手机了吗 不不不 我微博都是在电脑上发布的 基本上没有利用手机 还是不用手机 对 我手机还是正常情况 还是不用的 难怪我们的同事说 去机场接您特别紧张 因为您不用手机 所以我们的同事得举着特别大的牌子 生怕您看不见 我也注意着 所以一般问题不大 我不是拒绝手机 有的人因为这个人这么土 我是衡量这个新的东西 对我有用还是没有用 如果对我有用的我会很快接受 比如我今天不是在复旦大学文科的老师里面 大家第一个用电脑写作就是我 当时我们研究所我在1997年 当时就给每个老师配了一台电脑 这也是复旦大学最早的 但是我认为手机对我来讲是必大一例 所以我就不用 对吧 我觉得人应该这样 你用你自觉 不要大 大家认为这个一定怎么样 曾经有人跟我辩论 你看我现在飞机下来给家里打个电话 家里就放心了 我说哪一天你如果正好手机没有电 忘了家里以为你摔死了 我说我从来不打电话 因为这很正常情况 到了就到了 所以家里从来不担心 所以这个看你自己怎么掌握 我觉得跟您辩论会气死的 看你怎么掌握 对吧 是人去掌握工具 还是让工具掌握你 所以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相信您一定有更多的思考 想和我们的年轻人分享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讲台还是留给您 谢谢 让我们再度聆听葛建雄教授为我们开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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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下面有的同学就刚刚大学毕业 所以我讲的题目当初是读书永无比 你其他可以别读书不能别 要一直读下去 那么今天来讲什么呢 我想讲讲我这几年 我自己读书的一点体会 包括读纸质的书 读电子书 读这个社会的书 过程中一些思考 我就想谈谈对传统文化 传承的一些看法 我把传跟承分为两个概念 传我认为就是使它保存 留传 承呢 那就像使它沿续继承 这两个不同概念给我们提出不同的任务 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 那么对于传我认为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我们要尽我们的可能把前人留下来的精神的物质的文化 这些遗产都要在我们这一代尽可能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 如果我们再次不自觉的保存的话 那么他们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他就觉得不要去区分 他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 先进还是落后 没有必要 有的时候你争论他该被保存的过程中间 可能这个老建筑就倒塌了 这个文化的人可能就已经去世了 或者已经丧失了再传的能力了 不争论保存下来 那么有的人担心 你保存的糟粕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糟粕也好 显示人类的仇也好 它都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你看 法西斯当年的二十五一星期中营 现在比联合国家公主力为世界文化遗产 它遗产什么 这也是一种遗产 否则后人的话可能很难想象出当年法西斯的残酷 在中国从宋朝到清朝 妇女都是残脚的 变成三寸金莲这个小脚 那当然这是一种累习 但是如果你有关残小脚的历史资料 有关的记忆体的 比如说他们当时欣赏的三寸金莲这个小脚的鞋 你把这些都统统毁了 我们的后人 包括在座的各位 你们就能怎么理解 曾经中国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还有一些 可能是古代人他们一种生存智慧 我们可能一时不理解的 你既然把它毁灭了 或者天然它自己自生自灭 那么等到你意识到的时候 也许已经没有办法再深入了解研究 更谈不上能够继承红牙了 比如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就宣布废除原来的农烈 完成事情功利 但是我慢慢发现 中国的农烈 并不是当时反对它的人说是阴烈 它是一种阴阳合力 特别其中的24个机器 它是非常好的 使中国那么多的农民 能够保住这个生产跟生活的节奏 这是一种古人生存的智慧 中国以这么小的比例的耕地 养活这么多人口 那么其实很大程度上 在两千多年前 形成了这二世纪气 这样的一种生存智慧是有关的 所以大家知道 最近这已经立为世界非我这文化遗产 还有很多我们可能今天还认为是一种迷信 一种不好的习俗 也许它包含了当时的人 他们在特殊的条件下 他这样一种生存的智慧 那我们不妨把它留下来 以后慢慢地研究 所以总而言之 我觉得讲船的话 那是无条件的 但是成那就不同了 我们要继承的 不可能是它的百分之百 首先要理解这种文化 其中哪些部分 我们可以造原样继承下来的 这样大概不多的 但是哪些部分呢 可以经过我们现代的科学的转换 串发出它的精神实质 它的精华 但是用新的形式 成为我们今天的生活 今天文化一部分 甚至可以为未来做出贡献 当然完全不适合的 这些最糟糕的 那我们也提出 但是长期以来呢 我总觉得 我们对这些看法 往往只停留在理论 没有做出实际的事情来 所以我自己在考虑 我们到底古代文化里面 哪些是值得我们今天成的 像我们传统文化里讲 中校结役 现在没有人说校不好吧 没有人觉得不好吧 好 那么请问大家 那么这些我们放在今天 我们怎么来学 怎么来做呢 从孔子孟子一直下来 为什么这个校道这么长的流行呢 那么这几年有些要重新讲校了 我看有的农村里面 把二四四要土都重新放上去了 那这个校里面有些就是今天看来很可笑的了 老人生了病 自己割块肉给他住了吃了 那么就算你的心完全是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也明白 人的肉不能治病的了 那个冰里面冬天 老人要吃鱼了 他躺在冰上说 让这个冰融化 然后鱼就出来 那这也是 你交定开水也可以嘛 对吧 你说这个人这个 干什么呢 宣扬这个 这叫校 这些二十四校里面的招破部分 魔法了也没用的 还有的呢 这个今天讲校 那么叫小孩子穿一个什么汉服啊 跪在磕头啊 但是起什么作用呢 所以我这几年 特别我结合研究中国人口史 我慢慢体会到了 因为校的本质 不是那些表面文章 校的是这 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人 为家族民族社会的延续 做出贡献 为什么中华民族 特别他的主体民族汉族 今天是世界上 还是人口最多的民族呢 校的观念 起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所以你看从春秋战过的时候 很多流传下来的故事 包括赵氏孤儿 那保存一个家族的后代 这是很神圣的事情 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绵延 的确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今天 校的本质变了没有呢 我觉得没有变 我们看看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只是知道发达国家 他们开始晚婚了 不结婚了 不宴生孩子了 现在呢 连亚洲这些原来的传统国家 现在也面临这个任务了 日本 已经严重到人口下降 有人说将来到哪一天 如果现在这个人口下降 不改变 日本人都要消失了 我们知道日本的内阁 咱们有一个部 叫少子化的对策部 就对付怎么孩子生的少 要想办法 但对策这么多年 好像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最近一次 日本高考已经很多学校 找不到孩子 找不到学生了 那么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那么中国呢 我们也碰到这个难题了 最典型的沙海 沙海的附近人口 那不包括现在外面新来的 附近人口已经连续出现负增长 也就是沙海的附近人口 每年生的少死的多 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重 那么到现在 政府放开两台 大的人心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并没有出现有心的想象 放开以后的所谓的紧盆 什么原因呢 大家都在计算 生孩子的代价 所以我就想到 我们这个孝道 今天有没有作用 我认为是有的 保证 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人口繁衍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 我想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就可以解决 当代世界上 面临的这个难题 那我这样讲 这个孝道 是不是就没有 糟粕需要扬去呢 也有的 比如说 古代讲的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这个后 是不包括女孩子的 男尊女卑 那么这个就是糟粕 这部分 我们今天讲的 那应该是男女平顿的 我们讲的后 包括女性 所以我想 我这是挤了笑 这个例子 其他我们今天 我们讲如果是 继承传统文化 我想都应该把它具体化 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面 停留在麻木的颂牙 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 放在古代一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下面 来认识它的本质 它真正起的作用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 真正做到成 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有选择性的进行 合情合理的 创新转换 那么这样的传统文化 就能成为我们今天 文化的一部分 游乐到我们的生活 并且通过我们 展开自身后代 使它在中国 在世界 永远地发挥 它的积极的作用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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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格陈允 谢谢 谢谢 谢谢